拜拜 减少低油烟 降低肺腺癌发生的几率 大蒜辣椒爆香 中式料理要好吃 总少不了这个步骤 但瞬间冒出雾茫茫的油烟 可能隐藏着 罹患肺腺癌的危机 有一位阳性主厨 煎炸牛羊猪排 长达34年 不幸罹患肺腺癌身亡 劳动部经过判断 将肺腺癌 列为除失职业病 家属可以多领80万 成为全国首例 我们尽量不要开太大 然后食材的水分是越少越好 它其实油烟的量 就会越少 主厨传授降低油烟的小开包 除此之外 家中油烟机不要距离太高 煮菜前先开机抽掉油烟 他及时更建议 每周喝一次猪血汤 有助清沸 这些可能是属于 比较民俗的疗法 只要你多喝水 不要缺水分 我们自然就会有 不吸道的分泌物 这些分泌物 再加上他鲜毛的摆动 就会把费物排出来 胸腔科医师认为 维持良好的通风 避免长期处于油烟环境 剧烟才是远离肺腺癌 最实际的做法 三地新闻 江文杰 王一仲 台北报导 好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个小朋友的精神 令大家非常